大家好 我是Kyogei 今天來到第8天 開始溫得多文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由天一再由頭看多幾次 因為我偶爾會一個星期左右 然後就會重複再溫文型 否則就會忘記了 慢慢加上去的時候 還有背那個文型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我覺得最難找文型是要背前面的接觸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來到今天我們要講的文型有這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前面是動詞的普通形 或者是名詞 意思就是什麼 或者什麼之類 或者是一些不明確的指示 例如看了一個例子 我們就明白了 Kohi ga nanika noimase ga 喝點咖啡什麼 即是一個舉例的用法 即是會不會我們喝一些 可能咖啡或者茶 這樣感覺的東西 的意思 但在下面看到 我顯示了 就是類似同類型的事物 是時候使用的 例如咖啡 可能類似是茶 紅茶 牛奶 就不會突然有香蕉 或者是蘋果飯 出來的意思 那這裡大家 如果以前有學過 有個茶多茶 或者記得 茶是某的意思 背這個文型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大家學文型的時候 如果一邊學的時候 腦子一邊有一個圖像的感覺 我相信會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要說的 就是kana ni kakete 是名詞加kana ka 名詞 ka ni kakete 它的意思是 從咖咖咖到咖咖咖 表示一個時間 空間大致的範圍 這樣大家很熟悉的 kana made 是有些雙字的 但kana made 就是很明確 有起點和終點 這裏就是一個大致範圍的意思 大家看到我寫著 這個起點和終點 是不明確的 而且現象多數都是斷斷續續的 去我們看一下這裏的例子 首先我們看一下時間的例子 6月到7月中旬 6月到7月中旬 除了北海道 以外的日本的雨期都稱之為梅雨 這裏是一個大約的時間 大概6月到7月中間 然後下雨是斷斷續續的現象 因為不是每一天都下雨 所以這裏就表示時間大致的範圍 然後空間的話 即是地方可以看一下 下一個例子 東北地方 北海道 今夜 大雪 就是在東北地區 到北海道 今晚會下大雪 大家看到就是在東北地方 到北海道這個範圍 可能斷斷續續 在不同地區會下大雪 在一個大約的範圍 就不代表它全部都會落大雪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溫著這兩個文言 明天我們會再講其餘的三個文言 沒錯 明天會溫三個文言 那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IG 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可以去我的Facebook page 那我們明天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